战車起跑 引擎轟鸣 第七十一屆澳門格蘭PG大賽車 今天起一連四日上演七項賽事 雖然這屆賽事受到熱帶風暴陶磁影響 但三號風球加上陣雨 到脆不滅 臨不識 塞車狂熱 首日練習賽就已經吸引大批車迷到場 就是專門來看澳門格蘭PG 因為這麼久都沒來過 每次都在電視上看直播 來一次感受一下 很過癮 因為在電視上看不一樣 因為汽車的聲音感受出來會比較刺激 因為本身自己都比較喜歡 每次看車入彎都比較刺激 因為感覺他可能真的在下面還是在打滑 其實這些天氣我都看過 是真的很刺激 但作為觀眾就辛苦 遮蓋又開不了 你就穿雨褲 坐在睡塘那裡都挺冷的 都辛苦的 都覺得值得一看 都值得的 你是興趣來的 你連連同開場都會過來的 都興趣看看澳門居民這樣 應該要支持的 那會不會覺得特別刺激的 會的 因為其實今天看視練習的時候 一開始都已經很多車是有意外 紅旗都出得比較多 可能又有天雨露滑 是另一種感覺 但都挺舒服的今天 挺舒服的 安排得都很好 又有雨意派給觀眾 OK 在天雨之下 賽道變得濕滑 賽車在雨戰中爬頭難道更是大增 令今屆賽事在首日練習賽上 就意外頻出 甚至騷到需要出事紅旗 種種刺激場面令車迷大呼過癮 第七十一屆澳門格蘭胚治大賽車 將賽至17號 在今日的練習賽過後 明天將陸續展開各賽事的排位賽 在於16及17號進行正式較量 相信隨著塗資遠去 車手們亦將調整至最佳狀態 準備好於正賽日 在東亡羊跑道上一陣場短 各有車迷 敬請期待